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具备成为联盟顶级内线的各种条件 太阳是一支正在重建中的球队 因此爱顿会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 他的未来是光明的 三甲马尔穆雷21岁 三年级生 在2018年度 穆雷一共7次砍下30家 他已经逐渐成长为绝金的重要成员 11月5日 绝金击败凯尔特仁迪比赛中 他30投19中 轰下创生涯新高的48分 2018-19赛季至今穆雷的表现 相当稳定 目前已经出战34场场 均34.6分中 得到18.6分 4.6篮板 4.9 助攻四福克斯 21岁二年及生 2018-19赛季开始后 福克斯迎来了大爆发 各项数据比2017-18赛季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厂军得分从11.6分 上涨到18.2分 厂军助攻从4.4次上涨到7.7次投篮命中率 从41%上涨到47% 三分命中率从31%上涨到了39% 11月2日 国王大胜老鹰的比赛中 他13投9中轰下31分10篮板 15助攻 收获了职业生涯首次三双 国王在他的带动下 也打敌风生水起 是本赛季最让球迷们惊喜的球队之一 伍希尔德26岁三年及生 进入联盟之后 希尔德一直在进步 而2018年对他来说 堪称是里程被试的一年下半年 他出战36场比赛 场均19.7分 5.1篮板 2.3 助攻投篮命中率473分 命中率42% 12 在这一年 他真正成为了联盟中的一颗新星 希尔德现在是国王的头号的分手 和福克斯双星闪耀在他们的带领下 国王有望终结连续12年无缘季后赛的尴尬记录 六西亚卡姆 24岁 三年及生西亚卡姆是猛龙本赛季的最大收获之一 在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个年头 这名卡麦龙小伙打出了优异的表现场 均得到14.5分 相比上赛季场均7.3分 几乎翻了一倍 而且 在11月13日 他力压众多球星当选州最佳球员需要指出的是 西亚卡姆现在只是猛龙的第四进攻 选择场均出手数只有9.94 排在小卡 伊巴卡和洛瑞之后 考虑到这一点 他所交出的成绩单 更加难能可贵 希勒维尔24岁三年及生 2018年篮网 涌现出了多名年轻财俊 而勒维尔是其中最突出的 一个18年下半年度 他场均18.4分 4.3篮板 3.7助攻 而且 在对阵尼克斯和绝筋的比赛中 分别贡献了绝杀11月13日 对阵森林郎的比赛中 勒维尔遭遇了右脚拖球之后 一直在养伤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祝福他早日康复上演王者归来